大家好,我是Dem 中国宣布将于2024年11月8号至2025年底 对包括韩国在内的9个国家实施免签政策 中国外交部云一日通过官网宣布 对韩国斯洛法克、挪威、芬兰、丹麦冰岛、安道尔、莫纳哥、 列治敦士等9个国家的普通护照持有人 实施至明年12月31号的单方面免签政策 因此韩国等9个国家的普通护照持有人 若以商务旅游观光、探亲访友或转机为目的 在15日内访问中国将无序办理签证 据了解,中国自解除新冠疫情封锁措施后 为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扩大了免签政策的适用范围 目前中国已与24个国家实施全面互免签政 并对包括部分欧洲国家在内的16个国家 实施单方面免签入境政策 根据报道,2024年第二季度 在中国旅行社接待的外国游客中 除去华语圈实际上航空游客数量为第一 但一直以来前往中国的旅游产品 只要是针对50到70岁的中老年群体 所以韩国旅游业界期待 此次免签政策能吸引原本对中国旅游兴趣不大的 20到40岁的年轻族群 韩国的一家旅行社表示 对于年轻旅客而言 过去繁琐的签证申请程序 常成为前往中国旅游的障碍 随着免签政策的实施 预计北京、上海城铺等城市的旅游预定率将显著上升 为满足年轻旅客的需求 将在上海新增、迪士尼乐园等行车 并开发更多符合年轻人喜好的旅游产品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人身攻击性的留言就没有带来 中国对我们实施免签政策 那么我们也可能会被要求对中国免签 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进来后可能会从事非法就业 现在在激州岛以免签方式入境的中国人 已有数百人失踪 如果这种免签政策扩道到全国 恐怕会让国家陷入困境 对于中国留学生或在中国经商的人来说 这确实个好消息啊 趁这个机会去上海迪士尼乐园看看也不错呢 旅游YouTuber们现在同时都跑去中国 还发影片说中国好中国人很善良 是不是因为这个 应该要调查一下吧 最近去中国的YouTuber们几年前也去过中国 现在突然就这么怀疑他们 那么在街上偶然拍到的人 也都是身心安排好的演员吗 说话要有点道理啊 一、中国因观光客大幅减少而受到影响 而韩国人则大量前往日本旅游 中国希望实施免签政策来吸引韩国游客 二、Gay Kim Jong-un难看 随着北韩转向轻额 与韩国亲近 以此牵制 Kim Jong-un 现在我在中国留学 只要不谈政治 这里的人真的很善良 知道我是韩国人反而对我更好 其实一般人对政治并不太关系 真的来中国一趟 想法会有很大改变 中国人当然也有好人和坏人 但是最近的新闻里 不是有个韩国人突然在家 被什么反间谍法之类的抓走了吗 不能会见家人 甚至无法知道窃窃原因 中国人善良与否是另外一回事 但在这种令人难以接受的环境下 真的会有人因为免签就高高兴兴的去吗 所以 对于中国对韩国实施免签政策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